世界上最大戰爭的戰爭 世界上最大戰爭的戰爭 神對人 蝙蝠俠隊超人 DC宇宙期待已久的懸念 在這部片徹底滿足 開場一小時之後 兩大英雄全副武裝首度對決 你認識美國最古老的狠狠嗎 那能夠力量 蝙蝠俠為何能擋下超人這一拳 輕視人命又能操弄人心的反派 雷克斯在當中扮演關鍵角色 然而在影迷清楚蝙蝠俠超人 都無心為惡的情況下 對決如何產生 勝負結果又是如何 隨著劇情層層堆疊 觀眾情緒也被推向極致 分架 跟狼狼的歷史 穿成像狼狼 接續三年前超人鋼鐵英雄片中 超人與薩德將軍 造成數千人傷亡的城市對決 這部片裡超人帶超能力和人性 甚至是與女友路易斯的情感層面 都有大幅躍進 這一幕一閃而過的浴缸戲碼 更會讓所有超人控臉紅心跳 我可以做一些行動 我不會打敗敗 但我可以做一些行動 你知道嗎 所以我不會擔心 什麼是你最興奮的 粉絲們感到最高興奮嗎 好的 沒有一個行動 我會說是一個行動 這會是第三個行動 你的心臟會被打開 你會去戰爭 那小丁子把戰爭給我們 你知道你不能贏 是死亡 班弗烈克更是把肌肉練到 連穿西裝都好像要爆開 犀利接棒克里斯丁貝爾 我會看到他 我可以看到他 我會看到他 我會看到他 他會看到我 他看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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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真正的 Superman 因為他看過他 他看過他 他说,那是真正的Superman 然后你说,那是真正的Superman 我说,那是真正的Superman 你跟谁是第一个人 你跟自己在服务中的照片 我男人 我秘密自己 没有让人注意到 因为它那么秘密 然后我对我男人 也不能相信 编副下对超人正义曙光 片中还有其他英雄人物 以出乎意料的方式现身 与漫威做出区别 也等同强力宣告 DC宇宙叙事待发 谢谢张鑫辰 电影综合报道